鞋势是怎么造成的? 丽隆眼科副主任医师 生活中我们会发现很多小孩子甚至大人 这个眼味偏斜 眼味偏斜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人在目视你的时候呢 有一只或者两只眼睛可能就不在正常的一个位置上 我们这种就称为鞋势 那造成鞋势的原因呢有多种多样的 我们在出生后六个月以内呢我们叫先天性的鞋势 那么后面呢最常见的一些原因包括调节性的鞋势 调节性鞋势呢可能跟这个患者有趋光不正 比如说高度近视高度远视等等可能会引起这种鞋势 还有一部分患者呢可能是知觉性的鞋势 什么叫知觉性鞋势呢 就是说比如他一个眼睛是好的视力是很好的 另外一个眼睛他可能有先天性白内障 或者是有眼底的问题呢造成这个眼睛的视力很差 所以在发育的过程中呢这个视力差的眼睛就发生了眼味偏邪 这一类别呢就叫知觉性鞋势 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就是神经麻痹 比如现在越来越多老年人会得糖尿病 有一天他会偶然会发现自己一个眼睛转不了了 或者眼睛固定在某个位置 这种呢就叫麻痹性的鞋势 另外呢还可能会在这个车祸当中可能会发现 这个患者外伤以后我们矿壁的骨折 矿壁骨折以后呢我们眼睛的肌肉就看顿在这个矿壁骨折上 这个眼睛的运动呢会受到限制 也可能会出现眼味偏邪 总的说来鞋势的原因有多种多样的 具体什么原因我们要到眼科进行专门的检查 来进行进一步的诊断和治疗 专家提示 一有一只或两只眼睛不在正常位置上 即被称为鞋势 二分为先天性鞋势 调节性鞋势 肢节性鞋势 麻痹性鞋势 三患者外伤后造成矿壁骨折 也可能出现眼味偏邪